《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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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聽、收看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今日我的嘉賓是我們立法會的同事 有些人說是比我更大聲 Ann是蔣麗雲議員 多謝你Ann 多謝你 多謝 Ann是很好的 我上個星期在立法會遇到她 我說Ann 可不可以上來我的節目 一口就答應 我很多謝你 真的很爽快 因為我也問過有些立法會議員 一口就拒絕 所以你來了 我很多謝你 昨天我跟編導說 她是甚麼題目 又說普選 我說不要了 我說無所不談 因為你都喜歡 你都問我 喂 人家說你去跟劉慧卿說政制 有甚麼重要 總之很感謝你 不如我首先問問你 你現在做立法會議員 十月到現在 下幾個月 幾個月 就是 感受如何 感受如何 感受現在開始習慣了 習慣了 初初不習慣 初初就 就有人緊張 一開始的話 每天一看到新聞 好像每件事都關我的事 為甚麼 由房屋 醫療 勞工問題 政制問題 政制問題 司法問題 我覺得立法會議員的責任 其實都很重大 很重要 因為很多事跟著來 社會發生之後 很多事跟著來 就上立法會 有些事 談也好 或者真的要立法也好 都要上來 你一定要了解的情況 你才能夠做到這份工作 你是民建聯副主席 所以一定是責任重很多 是不是 黨內你是否負責哪幾個範疇 哪幾個政策 你們是怎樣分辨的 都有的 其實我負責工商和婦女的事 多些 勞工那些 我也負責多些 現在立法會 我也是就這方面多些 工商和勞工政策 我也有 安姐 因為你有一次發言很大聲 之後 人家叫你做元秋 你自己是不是很開心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 當時我又不太懂得元秋 為什麼我變了元秋 突然變了一個人 你知道嗎 所以我立刻 都檢查了元秋 原來元秋 曾經做過一齣戲 裡面 她是一個很有情有義的 一個包租婆 她說話很大聲 那些是功夫 一大聲就嚇到人家 彈起來 我覺得挺有趣 你是否就是想這樣 這麼大聲 不是 我不是 你管我這麼多年 你都知道 其實我看你選舉的時候 論壇 很斯文 每個人都說 他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你進來立法會 那次這麼大聲 是否 不是 其實我想那次 真的有一點誤會 因為我 就不記得了 咪在這裡 你以為沒有咪嗎 喊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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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在街頭 街頭選舉 喊咪 那時候 經常說 各位街坊 各位朋友 你以為 要大聲一點 我去到二次堂 你知道我們是二次堂 很大 又高 那你當然要大聲一點 所以我終於很大聲在這裡說話 你的黨友有沒有提到你 喂 不用這麼大聲 沒有嗎 沒有啊 那天就這麼巧 又是平時很多時候 我們都有些黨友在 那天沒有人 起碼 譬如譚宇宗 當我們有發言 很多時候都很支持 在這裡聽 特別是我的新議員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次他們又不記得了 又不知道我將會發言 我突然走出來發言 其實我也排隊 大家可能當時又沒有忽略了 而我又不知道 我又照樣發言 照樣說 其實我很真情 很真心 是啊 大聲一點 特別是那一陣子 為什麼呢 這裡牽涉到少少政經不同 而導致 因為我那一陣子 都是為了這個國民教育 我其實真的 有些很不開心 真的很不開心 因為我認為 無論怎樣都好 我們香港人 一定要多了解中國發生什麼事 喂 我們都想了解 你知道我們二十多年 不能回大陸嗎 你有沒有跟北京說一下 為什麼不讓我們回大陸 我們立法會現在差不多有十個八個議員 是二十多年不能回大陸的 我想這件事都可以 你試一下 通過美國的關係 要怎麼去申請 怎麼申請 他說我們不愛國愛港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要取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從來沒有解過給我們聽 你們覺得我們所有香港人 都應該可以回大陸 我覺得 你有回鄉證 應該可以回 我們沒有 就是 你覺得我們應該有回鄉證 那你就要申請 他不讓我們申請 你沒有回鄉證 當然不能回大陸 但是他不給 你當然要申請 有申請過沒有 我去過 我1998年去申請過 他說沒得申請 我說為什麼 他說沒得解 可能或者是 你問那個是處理著手續的一個 好像 我沒有其他人可以問 Telner去做 他當然是說 你覺得沒有辦法 你問中聯辦 我跟誰說話 我說張詠明 問他 張詠明的人都很直接 我沒有機會見過他 李慧琼 你另外一位副主席李慧琼 那次梁振英來 他也問 其實你們問他 是否贊成 其實你問了梁振英 梁振英又答不了你的問題 我覺得最好是問中聯辦 其實我現在正在問你 你不給我 你又是問錯人 不是問錯人 我是無權發個回鄉證給你 我有權我給你 不是 我問你 你或者民建聯 認不認爲 所有我們民主派 或者所有沒有正的香港市民 都應該可以回大陸 這是一個原則的問題 我應該你這個問題 倒轉頭問 應該就是 首先一件事 為何沒得回 阿譚耀宗說過 你心知肚明 他說我們心知肚明 那次李懷明還在那裡 跳起來大吵 什麼 為何我要心知肚明 他說 你又是問我們 我心知肚明 我心知肚明 你會有機會問問他 問誰才行 問問香港 張住港聯絡辦公室 我怎能問到他 我經常去示威 他都沒有出來見 你找人不要示威 我陪你進去 我幫你約個時間 我有什麼重要 我什麼人都見 老實說 你可以直接問他 好 多謝你 或是你有興趣要申請 不如這樣 我請你 應該達到什麼條件 要申請 達到什麼條件 我是中國公民 小姐 要條件 還有什麼條件 除了中國公民 你告訴我 你認為有什麼條件 才行 我想 所以就叫你去問他 唉 因為我不知道 第一 你作為一個民建聯副主席 立法會議員 你以後用回鄉證 進去內地 我可以嗎 我沒有問題嗎 你當然可以 我沒有困難 我不可以 那你做什麼事呢 我做了什麼事 你回去問譚耀宗 我們心知肚明 你覺得我們做了什麼事 是不是不愛國愛港 是不是和中央對抗 這個是譚耀宗和你兩個人的問題 我和譚耀宗 你兩個心知肚明 我不是 現在 我請你來 想你盡數心中情 就是告訴我們的觀眾聽眾聽 為何民主派 為何民主派 有多久的時間給我 你說吧 為何我們不應該回大陸 好 各位電腦前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蔣麗雲 我今天特地過來接受了 輕姐的訪問 我來也很開心 其實來的主要目的 其實都是想說 無論如何 我們香港人都是坐在一條船 我們有時在一些政策上 在一些政治制度上 我們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 記住 我們始終是坐在一條船 我和大家一樣 我生於師 長於師 我愛香港 所以我希望日後 大家能夠多一些溝通 在未來的政改方面 我亦都有提出三點意見 給輕姐的 第一點 我很希望 輕姐 或者民主黨 能夠理性地 大家理性一點 坐下 談這個問題 談有關政改的方案 第二 我希望民主黨 早日正式地拋出一個 他們認為可以開展談判的方案 第三 我希望無論如何都好 我不希望 看到太多人說 真的想去癱瘓 或者佔領中環 因為我覺得 中環是大家的 是每一個香港人的 我們香港現在還剩下的是什麼發展呢 金融 旅遊 大家這件事 搞到真的癱瘓中環成功 有什麼好處呢 謝謝 我們什麼事都要想一下 謝謝 廣告時間完了 不錯 我給你講完 我講了兩分鐘 不是念的 不是念的 喂 恩姐 你說得很好 民主黨向來都很理性的 今天肯和你談 誰我們都談 你張曉明又談 陳曉明 什麼人談要宗又談 什麼人我們都談 喬曉陽又談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他想要平衡 對 而且我們不是亞爾蓋達 也不是拉登 我們不是用暴力 用武力去推翻人的 也不是用飛機大炮 是去堆壞共產黨的 我們是希望用和平 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的方法 大家去溝通 希望可以前進 那方案我們希望很快出 但是我們現在和其他政黨 大家一起談 我們都很聚焦 拿些方案 我都很希望你們民建聯 快點有方案 佔領中環 我們民主黨是第一個政黨 約戴耀廷教授 大家都談得很好 之後我們黨裏面 在常委、中委、黨團 談了很多次 大家覺得 爭普選 爭了這麼多年 今次 就像布泰華 一定要玩鋪勁 還有今次 是中央政府 向香港人的莊嚴承諾 就算你們那次去深圳見橋 他有幾個堅持 他第一個堅持 一定會 97年普選行政長官 我們很高興聽到 之後就會普選立法會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什麼叫做普選 剛才你說了三點 我就想邀請你說第四點 就是你自己 或者民建聯 告訴香港市民 因為堅持一定有普選 你們都一定贊成 什麼叫做普選 安姐 在我們和廣大市民 心目中的普選 就是我們每一個香港市民 都可以一人一票 投票選出他們 心目中的行政長官 可以回答他們的問題 只是投票 只要投票 如果有些市民 對市民最重要是投票 其實現在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其實現在大家 主要的爭拗就是 究竟被選權 哪些人可以參加行政長官 會不會有篩選 什麼情況 你真是知道我們的心意 你回答我們 其實我認為 首先 什麼叫做愛國愛港 為什麼你說愛國愛港 就是用愛國愛港去決定 哪些人可以參選 哪些人不可以 只要你是愛國愛港的 就可以參選 我愛國愛港嗎 欣姐 你也來問你 你自己愛國愛港 我愛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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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張寶華訪問我 這個文匯報 周日寫 他居然說自己是最愛國愛港 我和何俊仁都是愛國愛港的 你也是 已經過了第一關 還有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 你自己愛國愛港 然後你有心為香港市民服務 當然 服務了很多年 市民的願意 到時投票支持你 中央又任命你 那你就做得成行政長官 問題是 不要說我 其實現在說是制度 是令到香港市民都可以參與的 也不只是讓泛民參與 也不只是讓你們建制派或者保皇黨參與 是公平的 哪個香港市民 如果他符合《基本法》 44條 要40歲 要中國公民 香港永久性居民 住了20年 如果他說跳出來 我也想參選 如果有一個很基本的門檻要求 可以的 他就可以參選 你同不同意 那你跟著《基本法》的要求 四十四條講完 我剛才唸出來 《基本法》沒有說愛國愛港 也沒有說不准和中央對抗 總之按照《基本法》 而符合了第四十四條 再經過第四十五條 各方面的程序 然後當然可以參選 即是 符合了資格就可以 到時你們想寫什麼資格 去香港的法律 去體現四十四、四十五條 我想在法律具體的 首先《基本法》的條文定了 這件事《基本法》也都沒有變 至少是在我們可知的將來 至於香港立法的細節的話 暫時我們民建聯的態度 都是比較開放的 我們認為只要是 在《基本法》的一個平台上 大家開始談 然後交流多幾次 然後最後之後 看政府出過諮詢 那你還有很多意見可以給的 是吧 所以我不是說 我說我們大家要理性一點 然後你們有什麼看法 你拿出來 譬如昨天我知道 你們的黨組李柱銘 也提出一些意見 我覺得 收回了 蛤? 收回了 他星期二就是報紙賣 頭版 明報 星期三下午就已經開了記者會 收回了 剛剛的新聞界坐了很多 他們都告訴我們 他被電話看到已經收回了 可能就是因為你阿譚讚他 被阿譚讚一讚 就叫他死亡之吻 已經收回了 所以我在想 阿譚讚他也不好 這麼大聲讚 你讚完他 他一定 我知道一定是什麼 不過你從這件事 你看到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他一套 不同的理念 不同的哲學 不同的看法 你譬如說 他一提出這件事 其實 另一些泛民 或者另一些人士 有些人反對他 但是來到 譬如說 我們就算是建制派 其實也有些 反對他 譬如說 我已經立即說 五個 五個候選人 多不多個頭 上次三個 都搞到這樣 每人 每人聊得幾句 我可能就當你三個 每人聊得幾句 對 你聽不到 你知不知道 不是搞五個小時 特首不是這樣選的 我很多事情要問他 認識不認識 很多事情 所以我都覺得 人太多 我現在不一樣 有多少個 你打算扔一個 你等等 其實可能 一間房間 還有二十個人 可能每個人都不想法不同 你知不知道 所以 既然大家想法不同 你又說一句 他又說一句 大家只會吵架 社會便不和諧 我們可不可以 回到一個平台上 真的按照基本法 即他的說法 今次一步一步 大家去談 其實我跟你說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人說 北京 中央 怎樣 其實你想想想 他提出來 那次的條件 我們這條件是愛國愛港 其實這個愛國愛港的條件 我覺得是最énside 那樣的 沒有ъ浮 � Вnn 參選的人一定是愛國愛港的 你怎麼只是想說 草加蕭 他對賓送幾 Rid講 所以我的同意 我是相信 大家到時 總會相信 一定會會出現在一個 那 inic眾議院 愛國愛港的行政長官 就是 他這樣說 你就在說 我相信 絕大部份的香港人都是愛國愛港的 你認識有一個人叫梁愛詩嗎? 不認識 她那天說 如果香港人那麼笨可以選我 不是的 我都幫不了你 很大件事 她會說有可能香港人 她說有可能的 我覺得她真的有些問題 什麼叫香港人那麼笨 其實那天的訪問 梁愛詩差不多訪問到 Mai姐訪問她的 訪問了整個小時 整個小時她很清楚去分析去說 其實她說得不錯 那為何無緣無故說 就是這句話 讓人抽情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是一個沒有什麼天然資源的港 那又怎樣呢 香港最主要就是發展經濟和很多國際的企業在香港 你猜別人真的貪理香港 有什麼好理香港 人家知道香港近水樓台貼著中國 有什麼中國支持香港 因為喬宜陽說的 他們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在這個《基本法》裏面 國家說過要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 嘩我聽到都不知道鬼那麼開心 令到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未來香港是很好景 至少是現在剩了35年 50年不變的話 就剩了35年 至少很好景 那就挺好 大家找到一個人是無法和中央溝通的 中央不肯任命他 那你說怎麼辦呢 說你和我沒什麼 就是我們年紀大 那你下一代 我們網前都在看電腦前的那些年輕人 我們都為他著想 所以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能夠得到中央信任 信任就支持你多了 我知道 這是沒問題 如果中央說要信任 就是我們最重要就是 那些人可以自由去參選 那你現在就說 喂 用什麼選過不信任的 用什麼選過不愛國愛港的 那梁愛思說 如果香港人蠢成這樣 真是難搞了 你都同意是可能香港人真是這麼蠢的 是不是 我告訴香港人 絕對不會這麼蠢 香港人很棒 香港人很聰明 你介紹我們上一次 那個特首選舉 那何俊仁是有份的 是啊 那個是假的 但是我跟你說 我記得那個民調 他一直都好像偏低 是 為什麼呢 其他有些東西他就很高 但是去到那天 他懂不懂合作行政長官出來 換了這些民調 那些電話都到處搞的 沒有緊要 但是你看看 我記得他很低 那他怎樣呢 我就 即是說香港人好像 黑暗叫著 我告訴你 不是 你很低他拍案 我告訴你 不是 你不要拍案 我們香港人有智慧 有什麼智慧 我放心 我立即很放心 那你就可以了 那你不就開放讓他選 那你怕什麼呢 那我都說叫何俊仁去選 你同不同意跟基本法先 上一波都是跟基本法 CSA的條件同不同意 上一波是不是跟基本法 當然是跟 如果上一波跟基本法 何俊仁又選得 再上一波 梁家傑是跟基本法又選得 那你下一波就是跟基本法 自彈何俊仁 梁家傑是人都選得 上一波又再上一波 說回2005年 我想起 當然2005年 通過了 我們可能一年 這一屆已經普選了 不要說了 每個市民一人一票 各市通報告 不是 走回頭 打頭 老實實說 我真的很希望有機會 怎樣 給不給何俊仁去選 希望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能夠通過 等我們香港市民一人一票 喂 安姐 你答一答了 你又拍案叫絕了 如果何俊仁今次去選 你覺得我放心嗎 中央 我想第一 就是 你回答我的問題 時間會過得慢一點 如果你不回答便會被吵架 不 我回答 我不會說不回答問題 我問何俊仁你選好了嗎 我懂回答 我一定會回答你 你懂回答嗎 只不過我回答你一個問題 可能 有人都說過 他說 那天 他真是怎樣 何俊仁的名字 不是 那一篇文章裡面 就講開 何俊仁那些 不過他說得很有道理 不過他又有道理 他說有人寫有關這個文章 信報的 有人寫這個文章 他覺得很有道理 他說反正你經常都是反抗中央 突然被你做了特首的話 那你又不得反抗中央 那時候就跟中央溝通 那又跟上任命 然後又有空去匯報 然後又密室談判 喂 那你兩邊不是人 你的黨又對著你 不知道怎麼辦 那他都是說對的 他說上一次何俊仁可以選 下一次就沒得選 他沒有 他只是說過 其實很多以前 你有些事做過 我家是反抗中央的 或是怎樣 那你將來不會就可以了 那我們也是會體諒的 你不要忘記了 香港現在很多人 以前是港英時代 都是反對北京的 現在別人都坐在做很高的職位 做很多事情 生意很興隆 別人都有 換言之 別人也有 就不是不行的 只要他就是 起碼是重大事件 真身十五年 我們自己身邊都有一個 以前都是港同盟的劉剛華 現在本來都是你們副主席 那我相信誰的選擇 他自己做 但我再問你 何俊仁可不可以參選 2017 那他符合基本法 他這樣就很容易了 那他符合不符合 符合嗎 符合嗎 他幾歲 過不過四十歲 當然過 過八十歲 何俊仁不過四十歲 很開心 有沒有連續居港二十年 有 是不是永久居民 是 有沒有外國居留權 沒有 那就行了 那就行了 那真的好 你記住 明天立法就是這麼多 不要加這加路 立了 基本法 不是基本法 我說本地立法 第四十五條 基本法四十五條 你們在Google打 基本法第四十條 彈出來的 很清楚 第四十四條 符合剛剛那些條 我想問一下你 喬一揚跟你說 那個什麼 民主程序 即提名委員會 那譚耀宗說 什麼叫民主程序 嘩 多數服從小數 那就是對你理解 是怎樣 多數服從小數法 那個提名委員會 多數人支持 就有得提名 是嗎 那何序仁可能的少數人支持 這個是一個 他說過 就是一個機構性的提名 是提名委員會的整體 是 就不是提名人 其實昨天 我看看李柱銘所說的 他說 以提名人的方式 我又覺得是有少少 違反了《基本法》 《基本法》沒有這樣寫 有 提名委員會提名 透過民主程序 提名委員會 其實兩樣都可以 看你怎樣演繹它 即是你們現在就說 一定要整體去提名 以及要很高的門檻 才行 所以我跟你說 阿卿姐 你想想想 上一次 明明 增加了十席 有五席 應該是功能組別的 你想想 其實你很厲害 很厲害 我記得有人跟我說 就是以前你們的黨友 李永達 他曾經聽到 《 too good to be true》 將那五席變成超級 其實這五席 就是直選組 這五個超級議員 就變成功能組 誰知道那時候 他們入了功能組 但是他們是直選到 比任何人都辛苦 你想想 這麼難變的事情 你們都有辦法 那下一屆有沒有變 我覺得你就爭取 理性 理性 你只要理性 我們現在民主黨 你不理性 民主黨 你進來見了我們 這麼多個月 在議會 起碼你又沒有扔東西 你總是沒有說粗口 暫時好像不太覺得 好像 不太覺得什麼 不覺得你們 暫時沒有太過不理性 除了有時候 罵官員 罵官員罵得太厲害了 有時候我不喜歡 罵得這麼厲害 我們是對事 不對人 你不要撈亂了議員 但我有時候 我覺得 我的作風就是這樣 我經常覺得 你希望人們做事 你就真是鼓勵他 給他一些意見 他真是聽不下去 接受不了 他做的方法 也未必不行 那你就跟進 盯著 現在我給他意見 他說我不行 那你的意見呢 他提出他的意見 那我就盯著 那你也不行 到現在不行 你不能加課 對嗎 所以我覺得 因為其實他的官員 真的做得挺辛苦 我認為 那你一定是辛苦 不過他做得不好 有不好 有不好 你覺得誰最好 高醫生不錯 前天飛去新加坡 昨天又見到他 去了哪裡開會 去了廣州 除了高醫生 還有誰可以說得出的呢 很多都不錯 因為高醫生 我們大家認識他久 以前在醫館局 所以高醫生 另外 其他方面 我不太熟悉 因為高醫生以前 我們曾經參加過很多 在內地 幫他妙普行動 我們都參加過這些活動 所以我跟他相識多些 真的呢 安姐 我們真的很希望 一 我們希望你民建聯 快點出你的方案 給大家看看 溝通 我們也很希望 我希望 除了你之外 你民建聯的同事 都會肯和我們 大家 和社會各界溝通 拿個方案出來看看 因為大家會覺得 民建聯可能 中央拿什麼出來 你們都會支持 是不是這樣呢 不是 我覺得 首先第一件事 現在我們 始終有五部曲 第一部曲 你要等梁振英 他提出了政改的諮詢 或者如何修訂 現在要上北京 北京同意大致上的方案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來講 有些人說買不買請 為何這麼有趣呢 你們有沒有提出 不要只見我們 見他們 因為我跟他說 會不會呢 他在考慮 他在考慮 見你 你就要見到 旭敏 見旭敏 就是見到 劉國雄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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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可能他也考慮到 反正你會不會回鄉政 進去做什麼 不是進去 其實我們就沒有理由 沒有回鄉政 即是你們都很贊成 喬洋靖 只見你們 不見我們 不是 你有沒有跟他提出 你見立法會議員 我沒有跟他提出 為何你不提出 人家突然邀請我去 至於問你 你可不可以戴我姨媽姑爹 我問你姨媽姑爹 你是不是應該說公道說話 我答立法會那些同僚 你是不是說 叫他見曬 不用你戴 你不應該見曬 你還說 那時候他又說 你們這些人 又不講普通話 我都普通話 非常好 你好 再次我請你來 我們講普通話 好 好 你跟他講一下 你說見了所有人 大家去談 不要親疏有別 好嗎 安姐 我想最重要就是 有什麼意見 各方面 我當然覺得可以反映 其實你不一定要喬洋靖 見張曉明也行 沒得見 什麼人都沒得見 他在近西環 在西環 我請你和張曉明吃飯 怕了你了 行不行 你跟我問他 你請我和張曉明吃飯 要不你請我和他吃 誰請 我請你和他吃 你這樣吧 我有時間我問問他 好 他想請 好嗎 不要緊 他請你你進去 進去 今天其實和安姐 還有很多事情要談 不過半小時很快就完 那我就多謝你 希望你下次再上來再談 多謝 謝謝邀請 拜拜